大家好,我们的研究主题是 旧油自取 我们主题的研究动机为 前阵子收水油事件爆发 很多民众开始对食油油的品质产生疑虑 因此而开始制制猪油 但一般民众对于猪油的直接想法 都是以油炸的方式来体炼 但体炼过程中可能产生变质 使我们的人体造成负担 因此我们研究以水珍猪油 来和油炸猪油做比较 我们研究目的的话 部位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探讨水珍猪油 与油炸猪油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 第二部分是探讨水珍猪油 与油炸猪油运用在太阳顶上 其香气、酥性、口感的差异 第三部分是探讨民众 对于水珍猪油与油炸猪油的接受度 接下来文献探讨的部分 首先介绍的是传统猪油的体炼 由猪身上某些特定部位的油脂 经过高温烹调之后所体炼出的油脂 猪油刚体炼出来会呈现金黄色的透明状态 但经过降温之后它会变成白色的固体油脂 接下来是猪油的特性 猪油它有一股特殊的香气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 且它的发烟点高可以高达190度 且它烹调时不易产生油烟 不易微发的特性也使厨房较不会产生油脾感 且它的保存时间长也可以用来增加料理的脆度 适合在煎炸等烹调上 接下来是水珍猪油的部分 为了避免传统油炸猪油的缺点 现在很多人也会开始制制水珍猪油 像义美现在就有推出一款水珍猪油的产品在贩售 那水珍猪油和油炸猪油相较起来 水珍猪油它的油脂较为清澈 也较没有臭油味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研究流程 首先我要为大家讲解的是我们的研究流程 一开始我们先有主题的领定 接下来我们收集资料以及研究方法和设计 接下来我们收集产品 我们的产品是以太阳米做我们的范例 比较出有水珍猪油和油炸猪油不同的比较 接下来我们有频频分析问卷调查 再来资料统整分析出了结论与建议 透过结论与建议 希望可以给予大众以及业者有相关的研究及参考价值 接下来我要讲解的是水珍猪油以及油炸猪油的做法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水珍猪油 一开始水珍猪油有分为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电锅法 第二种是快锅法 首先电锅法先将猪油洗净后 放入电锅当中而外锅中放入三杯水 接着盖上蒸布等待跳起来之后 蒸汁不再出油后 我们将猪油过滤且放入冰箱后冷藏 接着成品就如图中一样是呈现白色固体状的 再来是我们的快锅法 一开始也是将猪油洗净后 放入快锅当中 接着加入900克的水 并且盖上锅盖带蓄身之后 我们转小火 持续的慢煮70至80分钟 接着我们将其过滤 并且放入冰箱后冷藏 就呈现了白色固体状 再来是我们的油炸猪油 我们油炸猪油使用的是 大众一般使用的方法 一开始我们先将猪油也是洗净之后 放入快锅中持续的翻炒它 接着我们将猪油炸至金黄测时 我们将猪油炸过滤之后 放入冰箱后冷藏 即可成为黄色的固体状 我们发现无论是用快锅法 电锅法或者是油炸猪油法 我们所输出的猪油量都是一样的呢 那我们的研究结果和分析呢 在研究结果和分析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到这张图 在香气部分 有56位民众喜爱水珍猪油 而44位民众喜爱油炸猪油 接下来是口感的部分 有53位民众喜爱水珍猪油 47位民众喜爱油炸猪油 接着是接受前途的部分 有60位民众喜爱水珍猪油 40位民众喜爱油炸猪油 最后我们来看这张原谷图 有34%的人曾经听说过水珍猪油 且皆认为水珍猪油 叫油炸猪油健康 在此我们为大家做出了一个结论 不论在香气口感及接受度方面 民众皆叫偏好水珍猪油 且皆认为水珍猪油 叫油炸猪油健康 因此我们点厌者的建议是 希望能够以叫健康的水珍猪油 代替油炸猪油 虽然制作过程较为复杂 但却可以为消贴者的健康把关 接着在大众的部分 因为竟然食安问题的爆发 导致许多民众在 选购外食方面产生疑虑 因此我们的建议是 希望能够 希望民众能够在家自制猪油 不但能够省下购买油品的钱 还能够吃得健康且安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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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